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我先想新年快樂 再新的一年 我想今天早上 我們一起來讀神的話 來思想神的話 來分享神的話 我們一定會滿有收穫 我先來分享一下我的新年好不好 歪歪的螢幕 我應該站這邊 這是我辦公室 我們在過年前 大家一起寫春聯 那過年 其實大概大家的辦公室都差不多 都是很忙碌的 大家都有自己的任務要做 可是我們花一段時間 我們花了兩三個小時 大家一起把一些願望寫下來 而且我們跟同事們有一些聯誼 大家聊一下自己新年的願望 自己在這一個過年前 大家期待的事情 寫下祝福的話 像我這些學生 有人寫說要什麼呼嚕嚕好 什麼順利畢業 他們都覺得畢業是很好的事 實際上 他們不知道畢業以後更辛苦 然後我們這個外籍生也很認真 寫了這個字 我猜這不是他寫的 如果他寫這樣 那我大概就完蛋了 但他寫了一些字 他也覺得很棒 他中文還不錯 所以新的一年大家都很認真 希望說有一個好的開始 有一個祝福的話 這個是我們在過年的期待 那家人 這家人 這我們家吃年夜飯 今年我是這輩子吃過最少的年夜飯 我們這個年夜飯是意大利式的 只有六道菜而已 其中有一道菜只有一口而已吃下去就沒了 然後有一道菜是白麵包 就是那個很普通的麵包這樣子 你大概也吃幾口就沒了 那剩下四道菜 就非常非常吃不太飽的這個年夜飯 但是重點不是年夜飯 我想大家都吃太多了 重點是跟家人的連結 對不對 我們在過年的時候 我們跟我們的家人 其實放下手上的工作 大家沒有做別的事 就是認真的大家連結在一起 沒話找話聊 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還做了一件事就是 到這個雲林來過年 我們跟這個連結不只家庭而已 就是還有家族跟宗族 那我稍微講一下我的祖父母 他生了十個小孩 這應該是我祖母生了十個小孩 那只有七個活到長大 那四男三女 所以我認識的只有七個這樣子 就是我的爸爸 我的叔叔 我的伯伯 我的這個叫什麼姑姑 那每一個又生了至少三個小孩 有些剩四個 有些剩三個 那在下一代就是我的下一代 那也都生了三個小孩至少 包括我現在是2.5個 第三個還沒有生出來 那你可以想像這個家族 就是這樣子 從我祖父到 到我的下一代這樣子 就是上百人 我想 這個我常常在雲林 我回到雲林人家都會有人 包括今年也有 我覺得很奇怪 就會跑出來跟我講說 哇你長好大了 我上次看到你還在爬 我想說我已經這麼大了 還有人跟我講這種話 但是我每年回去都會遇到這樣 我其實在想一件事 神為什麼把人造這麼複雜 人的關係造這麼複雜 有沒有 就是會有人衝出來跟你說 你小時候我就看你長大 牧師剛才也這樣講 抱歉 就是很複雜 這個我們人的關係很複雜 這個家族之間大家很複雜 你看蝴蝶的家族有這麼複雜嗎 牠有姑姑 什麼幾等親幾等親 這沒不容易嘛 鳥的家庭好像也沒那麼複雜 對不對 魚的家庭 青蛙的家庭 大象的家庭 為什麼就把人的家庭做得這麼複雜 複雜到其實家庭之間 甚至宗族 這種家庭 其實很不容易 其實裡面大家都會 或多或少有一點摩擦 或多或少有一點不愉快 或多或少有一些痛苦 互相的影響 那神為什麼把我們擺在這個複雜的關係裡面 神有什麼樣的目的 這個當然我不知道解答 可是我很確定一件事是神愛我們 神希望給我們一個好的環境 讓我們更成長 讓我們更喜樂 更靠近他可以完成他的計劃等等 那這些關係是神良給我們 可是我們可能要在過年的時候 我想特別特別的想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這些關係 不管是小到家庭的關係 大到家族跟宗族的關係 其實是幫助我們的 好 我在這邊就慢慢再講下來 放了一張照片 就是我的孩子的照片 在這個教會裡面 我們孩子 我有兩個孩子 兩個孩子在這個教會長大 非常非常開心 那還有一個孩子也即將要出生 然後在過完年以後 我想說我們一起來領受神的話語 恩典 我們都是神造的孩子 我現在自己有思考 那像我老大已經小學六年級 他有很多能力已經比我好 他有些 我那天跟他打桌球 打蘇打 他有些顧慮比我多 那他有一些想法 其實也是蠻深入的 那我想這都不是偶然 就是說我們從一個孩子 從什麼都不懂 只會哭 只會喝奶 到有一個精妙的思考 甚至有創造能力 創造這個比 這個我 像從小養大到大 從來沒有教他的事情 他自己可以想得出來 這都不是偶然 神其實希望這樣看我們 祂是有一個精妙的計畫 讓我們創造一些事情 是在祂創造當初的時候 就把那些能力給我們 讓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神造我們不是好玩開心 我們一定要在新年的時候 來想這件事情 而是神要住在我們裡面 你看這經文說 神造人要住在人裡面 使人的身體成為神的住所 居所 對不對 我們神不是造人來好玩娛樂他的 我們有點錯誤會覺得說 我們就是要來娛樂神 不是這樣 不只這樣 我們其實是要成為神的居所 我們會有智慧 會有能力 會有情緒 會有創造力 這個都是神建造好的 祂要居住在我們裡面 我們應該要預備好 讓神住在我們裡面 來完成祂的大計畫 我很喜歡看我的小孩睡覺 而且到現在有時候 還要陪他們睡覺 雖然很大 可是那是一個關係 我記得很小的時候 抱著我的小孩睡覺 就把他放在我的胸口 然後我一邊看電視 一邊陪他睡覺 我看著他 那個胸部這樣子 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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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已經孩子大了跟我一樣 想想那個時候 其實是很神奇 從完全不認識他到他能夠呼吸 我真的相信我們的存在不會是一個巧合 神怎麼樣 祂用地上的塵土造人 將生氣吹在人的鼻孔裡 是不是 人就成為怎麼樣 有靈的活人 有靈的活人 我們是活人沒有問題 我們是有靈的活人 因為神把氣吹到我們的鼻子裡面 這件事情如果我們可以想像 把人的器官把骨頭都做好 把肌肉做好 把腦做好 器官都做好 把它統統都接在一起 我們只是一個活的生物而已 我們現在如果有這個能力 科技上面能做一個這樣的 只是一個生物 但是我們因為神吹氣在我們裡面 所以我們成為有靈的活人 所以我們會呼吸 這沒有問題 這只是活人 會行走 但是我們還會思考 對不對 我們會開心 我們會難過 我們會做決定 或做對的決定 做錯的決定 是不是 神要讓我們成為有靈的活人 我們的存在不是偶然 是在創造世界以先 神以掛念我們 並且為祂的目的來塑造我們 這個目的遠遠超過 我們在世上的年日 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新年 我們真的要來想這個重要的事情 我們被造的目的 這些孩子 跟各位 我們每一個人被造的目的 是已經超過 我們在世上的年日 因為在我們被創造之前 在這個世界還沒被創造之前 神就已經有這個計畫了 我們這個世界結束以後 神的計畫還繼續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的生命是超過 我們在世上的年日 我們是為永恆被造的 這有點抽象 可是這是真的 我們是被永恆被造的 我們不是只是好玩可愛 然後這樣生長完一生就沒有了 我們是為了 超過世上的年日 在這個永恆被造的 所以我們真的要有這樣的信心 這邊我括了一個 這邊的字有點掉 這個是小約翰格蘭 他說看到窗外的各種創造 我不可能相信沒有上帝 大家應該有看過這一個 小約翰格蘭 小約翰格蘭是一個太空人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我最近注意到他是因為他最近過世了 2016年的12月8號過世 那我們都比較知道登陸月球的太空人 實際上1962年他就上太空了 小約翰格蘭他1962年 很早以前 那年代1962年是什麼年代呢 還沒有那個 有沒有黑白電視 應該是黑白電視那個年代 應該只有三台而已 大家可以想像 要做一個很大的鐵做的東西 要上太空那樣要多大的勇氣 那他上到太空了 他是人類第一支 前兩支 兩支眼睛第一次看到神的創造 從這個宇宙來看 他看到這個地球 看到這個宇宙的這樣的狀況 這樣的綠 這麼的精妙 這麼的精妙 他講一下這句話 看到窗外的各種創造 我不可能相信沒有上帝 他講英文 我把它翻譯的 那這個 這句話變成他的木字名 如果現在查他的名字 你打英文進去 他就出現這句話 這句話是重要的一個 我認為是人類的里程碑 因為只有上帝才有辦法 創造這樣的精妙 神的做事他絕對不隨意 他的計畫精妙而周詳 當我們這些物理學家 還有很多科學家 對這個宇宙 暴命了解的越多 我們便明白這個宇宙的構造 是特別適合我們人類來生存 宇宙顯然是為我們人類生存 所精心打造的 OK 我們今天這個太陽 我們現在活在這個地方 都是精心打造的 而且這個系統 如果大家真的了解這些物理學 它是動態的 什麼叫動態呢 就是月球跟地球 如果距離稍微再近一點點 它就會被吸到地球來 我們就沒有地球了 地球被撞一個洞 遠一點它就飛走了 就沒有月亮了 那整個世界就混亂了 了解嗎 它是動態的 它是先一把洞全身 太陽離地球再近一點點 大家知道我們地球溫度 只要大家汽車有沒有 汽車如果外面有太陽照 一下的溫度就升高 我們地球就好像我們的車子一樣 如果外面那個太陽靠近一點 上升一度C 那我們有聽到很多很多的警告 就是我們的很多台灣的土地都不見了 因為海水會升高 這個冰塊會融化 那冰山融化以後台水升高 我們現在生活的環境也不見了 所以太陽離地球近一點 我們會沒有地方住 因為太多水 遠一點 那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想像 這個是一個動態的牽引法動全身 聖經告訴我們神是愛 並不是說神有愛 神會愛我們不是 他說神的本質就是愛 祂的性情本質就是愛 祂不是需要照我們來娛樂祂 祂是三位一體的神 祂不是很寂寞的 祂本來就是很多的神 如果你讀英文聖經 祂寫Guts 他們本身就是不是無聊 我們都有點誤會 有人會誤會說 神一個人很無聊 所以照我們很多人來娛樂祂 沒有 神其實就是很多的靈 其實祂沒有 祂是三位一體的 祂不是很寂寞的 假如沒有神 我們每一個人不過是一個意外 是一個宇宙隨機出現的產品 這個是我們世間小學 有時候會讓我們有點混亂 就算是基督徒有點混亂 我們絕對不是一個意外 如果我們是一個隨機出現的產品 我們現在就可以下課了 我們現在大家可以回家了 我們不是隨機的產品 我們就可以下課出去走一走 看看反正這個世界就沒了 隨便的活我們不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存在 如果只是一個隨機的 生命就沒有目的 沒有意義也不重要 各位 我們的生命都不是隨機產生 不是神在造世界說不小心 突然有一個我們這樣的物種 不小心我們就活下來 然後我們就走了 我們不是 如果是這樣 那生命就沒有意義 生命也不重要了 我們就是這樣子過一過 沒有多久的時間就離開了 人世間也沒有什麼對錯 沒有什麼好計較的 反正就是會過去 短暫的人生以後就沒有盼望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根基 這張圖是一個根基 這是真的圖 這個不是以前沒有Photoshop 這是真的小約翰格蘭 在地球的後面 然後他就這樣拍下來一張黑白的照片 好 我們這張圖 我今天畫了很多圖 我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給這個圖一個印象 所以我這邊要特別強調 我們是神精心造的 不是偶然的 神愛我們在每一個人身上 都有大計畫 神做的都不是意外 神不會出錯 愛因斯坦大家知道嗎 是科學家對不對 科學家他說什麼 他說神不玩骰子遊戲 什麼叫骰子遊戲 就是Random的 就是隨便這樣 一下這樣一下這樣 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規律的 是有計畫的 他創造每一個東西都有一個來由 一棵樹為什麼在那邊 一隻動物為什麼長這個樣子 多大多小 都有他的計畫 每個人更是因為特定的目的而設計 我們可以理解吧 動物 樹 太陽 月亮 都是他精英設計 我們照他的形象照 我們更是有特定目的來設計 所以今天我們要查的經文 就是要來看我們的那些特定的目的 我們是怎麼樣被設計 那我們該怎麼樣的去回應 他創造我們的動機 是因為他愛我們 因為聖經商說 當世界還沒有形成的時候 神已經計畫並拣選我們 使我們成為他愛的焦點 所以在創造世界之前 神就掛念我們 這樣的精心的創造 是要我們按照他的時程完成大計畫 所以我講了半天 就是要讓大家真正的很理解 我們不是偶然的被產生 我們真的是神精心的傑作 然後我們要來做一些事情 所以今天我回到主題就是 神究竟要給我什麼計畫 我就是不是我 重點大家不是看我 看各位自己 給各位什麼樣的計畫 各位的人生 就我們的人生 應該要完成什麼 今天我們來跟摩西來學習 好不好 摩西 神給他很多任務 而且摩西也完成很多任務 我們應該來羨慕這樣的人生 我們應該要來跟摩西來學習 他完成了什麼任務 他是怎麼完成的 我想摩西大家 或多或少都了解他的背景 而且很清楚的知道說 他是出生在埃及 但是他的身分怎麼樣 是個以色列人 那跟現在其實沒有差很多 那種種族的衝突 當埃及這個法老王發現 以色列的人越來越多的時候 他就有壓力 發現這個種種族的 這種文化的人越來越多 越來越強 他就很害怕 他做了什麼事 他殺了 他要殺這些男嬰 要殺這些以色列的男嬰 不同種族的 不同派別的 不同文化的這些男嬰 希望滅絕他們 或減少他們的這些數量 摩西的媽媽很聰明 他肉身的媽媽很聰明 把這個小寶寶摩西 放在那個公主會洗澡的水邊 那這個很戲劇化 大家都很喜歡主日學的故事 就是公主在洗澡之後發現 小嬰兒在哭 他就覺得好棒 有一個小孩很可愛 那小孩也對他笑 然後他就把他帶回皇宮 去養他 讓他成為一個 在這個王宮裡面 你可以想像在公主的保護之下 他從一個差點被殺的小孩 變成什麼王子 對不對 受到很好的教育 這個大家很喜歡聽的這個故事 非常非常戲劇化 那但是他長大以後 他又這個 其實他很知道他自己的真實身份 所以他看到了他的同胞 被這個埃及人欺負的時候 他很有正義感就生氣 就把那個埃及人打死了 那殺人要償命 所以他就只好逃跑 對不對 所以這個故事 就是一個從很戲劇 很有張力的 從這個差點被殺死的小嬰孩 變成王子 受到這個很棒的教育 甚至很棒的教育 怎麼在人生最棒的時候 他做了一件事情 不能說做錯 或做對了一件事情 或做錯一件事情 反正他就離開他原來的環境了 他就逃難 那從王子變成怎麼樣 逃犯 對不對 這樣子變來變去 那他跑了以後 他就跑到礦野裡面 然後到了一個地方叫米店 然後遇到了他的後來的妻子 然後在那邊 有一些產業開始牧羊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這個故事就很精彩 這個就是摩西的故事 可是今天我們不是要看他前面這些故事 我們今天要從牧羊開始看 就是我這幾天查這些經驗 我特別特別對摩西那個牧羊的手杖 特別有興趣 因為摩西你就想到他有拿他的手杖做很多事情 我們特別來看這個牧羊的手杖 我們從這邊來學習摩西 摩西 這個是他牧羊的照片 大家想到摩西就有好多好多的照片 那這一張 這不是照片了 抱歉 就是很多圖畫 那大家想像 摩西在米店牧羊了40年 40年 那我們通常會這樣想 就是說很可憐 他是王子 很好慘 跑到那個地方去牧羊40年 可是我越吵越覺得 他其實建造了相當好的職業技能 就是牧羊嘛 就是牧羊 牧羊他有什麼樣的工具 其實他沒有什麼科學的序幕的方法 他有一根手杖對不對 手杖怎樣 就是這樣畫的 他有兩邊對不對 一邊是彎彎的 一邊是直的嘛 那彎彎的可以幹嘛 把勾勾勾嘛 那直的就可以打羊或戳他對不對 去趕他對不對 這是職業技能嘛 那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們都覺得牧羊 沒什麼了不起 仔細想一想其實還蠻難的 我們在聖經裡面 牧師也有講過說 每一隻羊都有個性 你要知道每一隻羊的個性 上次還說不乖的羊要打斷腿 對不對 那你要了解情勢嘛 羊什麼時候會遇到危險 什麼時候預判嘛 他預判說到底哪邊可能會遇到危險 那要怎麼樣的處理 要給牠安全的保護 但是我覺得最基本的 其實光絮木業其實是個難的嘛 你要怎麼樣 要不要剪羊毛 這個羊毛要剪嘛 羊毛要不要 牠出生對不對 要幫牠接生應該不容易吧 幫羊接生沒那麼簡單吧 然後要擠奶 要照顧羊 然後牠生病了等等 你要死亡了 你要怎麼處理 40年欸 40年這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我講一個 我講一個這個例子 因為牧羊我們大家都比較沒經驗 那我在查這個時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好多年前 我有一陣子暑假不在 我去西雅圖交換學者 那我當地的教會我去參加 然後就有那個小家的聚會 然後那個小家聚會蠻好玩的 他就是分享的時候是男生女生分開 就爸爸都在一起媽媽在一起 那你可以想像 媽媽那一組就很熱鬧 分享很大 然後講 而且先生不在 講先生怎樣怎樣 男生是那一桌就很特別 很特別 就是我們就泡茶 就泡茶 大家來喝茶 然後大家喝一口茶 然後都沒講話你知道嗎 然後男生就不太講話 然後就這樣喝茶 然後聊天 然後有人就叹一口氣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跟他講幾句話 就是男生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印象很深 有一個爸爸他是 那邊都是移民嘛 很多 他是怎樣 他是中國大陸的國家級的那種演員 不是那種現代的 像天柱大哥這種 是古典的就是演戲劇 金劇 什麼劇 我其實不是那麼理解 但是我很清楚 那樣的藝術的涵養 其實是要從小到大培養 那不是一兩天的 那夠優秀 他年紀也可能比我大一些 我的印象中比我大一些 所以那個年代 在中國大陸能出國 其實很不容易 然後能夠移民 那他就移民到那裡 然後他就講 他說我們的專業怎樣怎樣 然後我不知道他什麼專業 他說我們現在的專業 男生我們在講專業的時候 沒有問題 我們都一定很專業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說 他是做那個 大家知道在那個超市 在美國的超市 很像類似我們全聯 他有那個熱食部在做生食部 做那個切那個肉 就是切肉 他是國家級演員 你可以想像 然後他就做那個肉 但是他也做到很專業 做到經理級的 做了十年 他就做到經理級 那移民嘛 就跟摩西一樣沒辦法 你雖然是王子 你雖然有很好的教育 很好的家事 沒有用 你去那邊 你就是要混口飯吃 雖然這個很不錯的 有岳父給他一些產業 讓他可以去牧羊 可是他還是要去學 怎麼樣去做這個專業的事情 所以我們不要太小看摩西 他40年累積下來的專業素養 跟他牧羊的能力 這是一個專業 而且對一個男生來講 他用這個來養家糊口 這是他賴以為生的工具 所以我這邊就要講 摩西這個手杖 其實不是一般的手杖 大家不要太小看那個手杖 它是摩西的自我定位 其實也是 我想到摩西就想到 他有一個手杖 他自我定位 可是你要回想 如果你是摩西 你在那個羊群當中 你那根手杖 就是你賴以為生 你吃飯的傢伙 為生 你的孩子 你的家庭 就要靠這個來養 你的權威 你拿起來 這個羊會聽你的 還是不聽你的 就是看這個 這是他的手杖 他做了40年 一定是很有心得 雖然這一開始可能是 到了荒郊野外 然後岳父給他的產業 有點心酸 不知道未來在哪裡 但是這個40年來 這個牧羊的確讓他養家養孩子 跟我們的工作一樣 就是一個職業 所以我們重新來看這個杖 這個杖就是他自我定位 就是他是一個牧羊人 他是一個微生的工具 他能來趕羊 搓羊 拉羊 權威的象徵 他拿這個手杖 一拿 拿了40年 應該是很有自信 在這個畜牧業 他應該是各種翹楚 應該不容易 如果他不是那麼成才 搞不好也沒辦法做個40年 你可以想像 所以我們重新來看他這個手杖的意義 不是那麼的簡單 就是他的手杖 可是神是怎麼使用這個手杖呢 神是怎麼樣使用這個手杖 我們再繼續看 法老若對你說 這是耶和華對摩西講的 你們行見其事吧 寫在右邊還好 行見其事嘛 把杖丟在法老面前 使杖變作蛇 神要怎麼用這個杖 神怎麼這樣 你可以想像 神要把摩西帶離這個羊群的時候 他其實 摩西也是很抗拒 你可以想像 他其實沒有那樣的信心 可是神就要使用他 他要怎麼使用呢 神要使用這個手杖 使用摩西的時候 他要把摩西的這個手杖 他的認同感 他的身材工具 他的權威怎麼樣 丟到地上 有沒有 丟到法老面前 丟下去 丟下去 使杖變作蛇 OK 他把他丟下去 這是他的維生工具 他的象徵 他的自信 把他丟下去 神就可以做一個奇妙的工作 把他變成蛇 然後這個蛇 還可以吃掉另外一隻蛇 反正就是很厲害 OK 可是這個是我們看 這種很戲劇化的 這個畫面的時候 可是你可以想像 他要丟的時候 搞不好他覺得那個手杖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珍貴 就是不太能丟 那最重要他要願意 把他丟到法老王面前 法老王如果沒有做好的話 他的蛇被人家吃掉了 他就沒有那個手杖了 這件事情我在思想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難理解 因為我們都不是木良人 我們今天沒有 每個人都帶一隻手杖來 比較難理解 我講幾個例子 大家可能容易理解一些 我最近有很多的年輕的朋友 我有很多的學生 或者是年輕人 他們都很喜歡一個career 一個新的生涯規劃 他是想要考那個機師 現在機師荒 缺機師 機師大家知道吧 就是飛機的 飛機 對 我突然覺得機師 大家不知道什麼機師 考機師還蠻麻煩的 他們來會跟我講說 我隨時要請假 有那個他要考機師的人 他來找 來我這邊要找工作 他說我有一個條件 我隨時要請假 我說我為什麼隨時要請假 因為他隨時可能 他考機師要考一年 然後一關一關的過 那每一關過 不知道下一關什麼時候 一排到你就要去做體驗 你就要去做測驗 一年以後你被選上了 你就要開始做訓練 訓練 然後要開什麼小飛機 單引擎 雙引擎 然後慢慢慢慢再開上去 最後我印象很深 我有一個學生 他就在FB 就是臉書上面 貼了一個小小的翅膀 他說我終於拿到那個小翅膀了 別針啊 小翅膀 我終於拿到我的翅膀了 別針 就是那個別針 別在他身上那個別針 就好像摩西的手帳一樣 摩西累積了40年的工作經驗 累積了他的智慧 累積他的微生的工具 就是那個手帳 今天神要把那個 就像我學生的機師的翅膀 叫做你把它丟到地上 然後我把它變成小鳥 我變成別的 神要我們丟那樣的東西 各位你有沒有這樣的東西 我想像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發現我媽媽房間裡有一個保險箱 我那時候第一次看過保險箱 我覺得裡面一定有很多金銀財寶 所以我就問他說裡面裝什麼呢 因為小時候看那個故事都是 裡面打開就是金子什麼 他說沒有 裡面裝你爸爸的畢業證書 跟他專業的證照 就是這個 就這個你有沒有專業的證照 你賴以為生的工具 你丟到地上給生使用 我一個朋友 很好的朋友 他大學畢業 沒有做我們工程的專業 他跑去做業務員 整天看他貼那個 他現在做了二十幾年三十年 做得很不錯了 貼他的FB 就是貼他的那個什麼子勳的獎章 什麼的 一根一根的 或者是一條袋子等等 神要我們丟這種東西在地上給他使用 了解嗎 都是微生的工具 就是他的地位的象徵 所以這個手杖 摩西的手杖 或我剛才講的那些小翅膀 平凡無奇 不能說平凡無奇 對那個人很重要 但是對一般人來講 他就是敢揚 用戳的用拉的 可是神要摩西丟掉手杖 他才能行神機 行神機 完成他的計劃 他的計劃 我們後來知道 摩西他的很大的工作 就是要把這些以色列百姓 帶離埃及 對不對 所以我們才有出埃及記 我們可以學習 把自己微生工具 權威象徵 丟在地上給神使用 這個是我們得到很重要的一個啟示 再來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向天伸葬 使埃及遍地的人生畜身上 並田間各樣菜蔬上都有冰爆 所以摩西向天伸葬 然後耶和華就打下了冰爆 有火閃到地上 耶和華下薄在埃及地上 這個我想大家也了解 有這樣的一個神機 耶和華又對摩西說 對不對 他又對摩西說 把這個杖舉起來 把這個杖舉起來 那剛才是把這個杖丟在地上 變蛇對不對 變蛇 那只是在法老王面前 其實很不容易了 你丟下去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那在這麼有權威的人的面前 你要做這種 看起來有點愚蠢的事情 但是因為神有直接告訴他 所以他知道 他相信 他願意把他的杖丟下去 可是這件事大很多你知道嗎 這比杖變蛇大很多 大家有理解嗎 只是說我們人有時候會有些 那種就是看到好像比較覺得神奇一點 那個天后的改變感覺好像不是那麼直接 可是其實是大很多 你可以想像要這樣舉起來 然後遍地的人跟牲畜上面都會下這個冰雹 還有火這樣子 所以我相信摩西在經歷杖變成蛇的神機後 他其實應該慢慢知道 他那個杖不是只是他感揚的工具 他應該知道說這個杖神可以使用 神可以大大的運用 他才敢舉起這個杖來 是不是這樣子 你要熟悉 你要熟悉你才敢去拿起這個杖來 我想我如果是埃及法老王 我如果看到這樣 我應該趕快派那個冰去把那個杖拿下來 把他拿下來 那不然那冰雹一直這樣一直下怎麼辦 照理說應該是法老王 如果像我一樣笨的話 他就會做這件事 可是我在想 這樣有用嗎 那個冰雹 那個杖如果法老王搶來 然後拿出來 他會不一樣嗎 他冰雹會停嗎 他會有不一樣的狀況嗎 我想不會 因為那個杖是誰拿的 是摩西拿的嗎 摩西這樣子 然後神告訴他 這樣才有用嗎 所以神要摩西用他的杖 也就是用他的維生工具權威象徵 跟他自己的定位來完成他的旨意 神要把 不是直接用摩西 他是用他這個杖裡面的東西 去讓這個摩西行他的神蹟 所以神也可以直接行神蹟 神也可以直接叫 是摩西自己舉的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了解說 他走投無路了 他既然按照神的旨意 把人帶到這個海邊 帶到海邊 大家不要以為紅海很小 我們如果讀經 還有我們看這個畫面 都會看到對面 我們都覺得大概跟淡水河河口那麼大一樣 我去過埃及 我記得我印象很深 我從埃及坐飛機回來的時候 我特別趕快就看著那個飛機上 不是都有那個螢幕 會說我現在飛到哪裡 我特別看紅海多大 很大欸 飛很久欸 對啊 所以不是很小的就這樣一下就過去 你可以想像他帶了這群人 跑到那個紅海旁邊 看到那個一望無際的 我想應該看不到對岸吧 我的直覺是看不到對岸 他後面有追兵 沒有辦法了 他怎麼辦 摩西他只剩那根杖 因為他知道這有神奇 他自己就把它舉起來 那耶和華就使用這樣 那這時候不是耶和華先告訴摩西說 不是神先告訴摩西說 我待會把水分開 沒有喔 他就把水分開了 那海就成乾地 他就過去了 所以他知道 他自己的這個 這個為生的工具 他的權威 他這個自我的定位 拿起來 神有機會使用他 讓他完成一些事情 是他自己沒辦法完成的 因為神會跟著他 把自己的這些自尊心 這些自信 跟他的能力放下來 再來還有一個神奇 大家應該也很記得 如果有上過主日學就會記得 就是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手拿著 你先前擊打 河水的帳帶領以色列 幾個長老從百姓面前走過去 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邊 站在你面前 你要擊打磐石 擊打磐石 然後打一打 我一直以為那個石頭很小 結果我找到圖蠻大的 就是打一打 流出好多水來 百姓都有水喝 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長老 眼前行這樣的神蹟 神又告訴他說 你可以做這件事情 做這件事情 然後打這個石頭 石頭就掉出水來 摩西在這邊很小 這個帳 在這邊 大 所以又用他這個帳 來做這件事 所以神又告訴摩西 該怎麼樣使用他的帳 完成神的心意 所以這個時候 有沒有 我這邊講到這裡 大家應該慢慢有理解 就是說 神又會告訴我們 該放下我們自己的帳 然後他可以使用 然後撿起來 這個很有趣 我們放下的東西 我們都覺得我們放下 這其實被我們世俗 在華人的文化裡面 好像放下放下 就什麼都不要 什麼都不要 其實沒有 你看 丟下去 還要撿起來 對不對 還一直使用 所以神並沒有把你的東西 你認為你放下以後 就沒了 神是加添你 而且讓這個帳 有更多的功用 而且是完全不是你 原來只是一個牧羊人 能夠做的事情 可以理解嗎 所以神又告訴摩西 怎麼樣使用他的帳 完成他的心意 再來 這個更神奇的 這一段是我想 我超喜歡的 這個很像打電動玩具 摩西對約束亚說 你為我們選出人來 出去和亞馬利人征戰 明天我手裡要拿著神的帳 站在山頂上 於是怎麼樣 約束亚照著摩西對他的話 行了 所以他就去打仗了 然後和亞馬利人征戰 那有三個人到了山頂 就是摩西 亞伦 霍爾到了山頂 所以這張圖 古典的圖 有三個人到了山頂 摩西何時舉手 以色列人就得勝 何時垂首 亞馬利人得勝 這個有沒有 這個 我記得我們有一個姐妹說幫她的先生禱告 她先生的業績就變很好 不禱告就不好 有點像這樣 三個人你看 還有人幫他扶 為什麼 太累了 你知道我們剛才敬拜的時候舉手 我就注意大家舉手 就副歌的時候還舉手 不會一直舉手 會很痠對不對 舉手 因為打仗有時候打 不是打幾分鐘 打很久的時間 所以有人幫忙 一直舉著 不能停 所以為什麼要三個人上去 這樣舉著 那個帳這麼神奇 可是讀這個經的時候 我就特別注意到 是摩西告訴別人 是摩西說的 有沒有 摩西對約束亞說 去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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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摩西這時候已經慢慢的知道說 他的帳其實神可以使用 慢慢的他還告訴別人 那你去約束亞 你去打帳 那我們去那邊舉手 所以慢慢的我們就了解神的心意 我們可以用這個手帳完成 這個神的計劃 所以你的手帳在哪裡呢 各位 你的手帳在哪裡 你有什麼專業 我剛才先講到是專業 那個小翅膀 什麼專業證照 你有什麼天分 我想不是只有專業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你有什麼天分 你有什麼經驗可以拿出來使用 你有沒有什麼知識 是別人沒有的 或者說可以被人使用 其實我剛才在敬拜的時候 我非常非常感動就是說 其實神不是要我們多好 才去做很多事情 神是要使用我們已經有的東西 加添來完成他的事 舉例來講我一直覺得 我很不配在這邊來分享神的話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我讀經 很多人比我讀得更認真 我很多事情 很多這邊有人從小到大 都是在教會裡長大 因為我認識主也沒有很久 各方面我很多地方很軟弱 可是我願意 或者說我就是硬著頭皮 用神給我的 我能夠講話 我能夠思考 我能夠讀書 我把它整理出來 我能夠找圖片給大家看 讓大家去想 那這就是我手裡有什麼 我就有這個嘛 我能夠把話講得清楚 那我把圖找得漂亮 那我就把它拿出來 給大家用 那神給神用 那神來使用他幫助到別人 那你有沒有什麼 你銀行有沒有存款 你有沒有孩子 你有沒有產業 你要怎麼運用你所得到的東西 願不願意放下手上的帳 那不是捨掉他 好像沒有一樣 而是讓神使用他 讓他有還要更好 我們都覺得交給神就沒有 是一個犧牲 但是神並沒有拿去摩西的帳 也沒有拿去他的權威 跟專業跟衛生的工具 我不知道摩西到了牛奶與蜜之地 是不是還去趕陽 可能沒有 但是他需要的時候 他那個帳還是可以用 那帳還是可以有戳 還是可以拉 對不對 但是那個帳已經可以分開紅海 可以打石頭就流出水 可以影響戰爭 他已經不是原來你手上的帳 各位 你有沒有手上的帳 是可以給神使用的 我相信很多 我相信很多 好 這邊我給各位一個 我覺得很棒的一個經驗 我查到這個標竿人生 華里克牧師 他常常到處去演講 他不是那本標竿人生的書 那他去跟NBA球員 這個 這個 preach 就是 目到的時候 他就 挑戰他們 可不可以放下籃球 給神使用 他說你手上有籃球 這籃球代表你的身分 NBA球員每個籃球 簽個名 那個身家就不一樣 他代表你是誰 你是NBA球員 代表你很有收入 大家知道 他投一個球可能就很多錢 你可能要賺一年 他投一球就可以了 也代表你的影響力 NBA球員是有他的影響力 即使在NBA的時間只有短短的幾年 大概一輩子你都是NBA球員 所以你那個籃球 怎麼樣把它放到地上 給神使用 你是不是願意 讓神來使用 讓他產生神國的影響力 你是不是也有這樣的籃球 你是家庭主婦 你可能有一些理財的能力 有主犯能力 規劃家庭的能力 銀行行員有管账的能力 對數字很在行 工程師你可以修理機械解決問題 你是學生 有聰明的頭腦 有矯健的身手 還有你有的是時間 有開闊的未來 問題是願不願意 把你的手上的籃球 手上的杖放下來 給神使用 讓神加添他成為不同的力量 所以在新的一年 我想給大家 或許用三個方向來思考 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想的事情 我們第一個一定有的 各位在手上一定有的 就是我們的人際關係 我找了一張圖 就是人際關係 你一定有人 我一開始講了很多人 就是我們辦公室的人 我們家庭的人 家族的人 中族的人 可能還有鄰居朋友 很多 我們有這些關係 我們周遭的關係 那我最近還常常用一個關係 就是我的孩子的關係 我孩子的家長 我孩子的朋友的家長 我們現在傳福音的對象 我們現在傳福音的對象 常常都是孩子的朋友 孩子朋友的家長 這個關係 孩子的老師 昨天我們看一個影片 昨天晚上很多社青跟大專的同學在這邊 我們晚上看一個影片 然後家庭有一些紛爭 然後他來到他面前 他就藉著這個原因 跟這個人有一些關聯 那個房仲業子 總是坐在那邊 不管他問什麼 不管 因為他想要你的房 賣你的房子 他只能賺錢 所以他就只好坐在那邊 聽你講 甚至這時候你就有這樣的關係 這個老太太就可以跟他講一些話 刺激他 去讓他思考說 你需不需要耶穌 你的禱告 你的信仰生活 是熱的還是冷的 那他煮了一杯咖啡 說你要不要喝咖啡 那個老太太煮給年輕的 這個房仲的商業子 那個媽媽說 你要不要喝咖啡 他說好啊謝謝 結果他就故意在咖啡裡面 把熱的跟冷的加在一起 不用溫咖啡 大家知道嗎 咖啡只有熱的或冰的 喝溫咖啡很恐怖 那他喝了 怎麼是溫咖啡 他就告訴他說 你的信仰要嘛就是熱的 要嘛就是冰的 你怎麼會有溫的呢 因為他是偶爾會去教會 偶爾會禱告 那溫的 那他就有用這種房仲的影響力 然後讓 就是他要賣房子的影響力 就讓這個房仲業者 這個得到神 他們家因此而反轉 那我們隨時隨地有這個影響力 我們總是有同事 我們總是每天都有不一樣的人 會接觸在這個社會上面 所以有關係就有影響力 在這一年裡面 我們應該要把握這些關係 這些關係 我們來有一些計劃來做 把人際關係交給神 讓神使用我們的人際關係 讓更多人靠耶穌一步 第二個是空間的影響力 大家可以用這個角度去思考 神幫我們量在很多的空間裡面 這張圖很藝術 我們可以進去一些空間 是別人不能進去的 例如說我們家 別人要來很困難 那你客廳怎麼樣被使用 你客廳是不是可以來做聚會 這個是不是願意開放你的家庭 讓人家來到你家 這個沒有一個是舒服的 你的家 人家進來 你總是要整理 那你總是要預備 你總是還要收拾 這不容易 你願不願意讓你的客廳被神使用 你的廚房可不可以被神使用 那你的辦公室 你的會議室 你是不是可以煮點東西去送給別人 還是你的辦公室 你的會議室 有沒有機會在那邊做哪些事情 重點是願不願意把你的帳放下來 那個空間給別人能夠進去 你總會遇到一些人 或你只能進到這些空間 進得去中間讓神來使用 第三個我覺得這是我特別有感受 就是年歲的影響力 時間的影響力 新的一年 我們在新的一年 我們既然到了新年 時間就代表生命 也代表機會 時間過了 機會就沒了 因為我家的小孩很小的時候 他去邀他的朋友來家裡 還蠻容易的 小孩越來越大就越來越不容易 像我們要邀我的同學要來 我們家聚會也不容易 那這個時間就是要抓好 那小孩的小孩 小孩的朋友來 然後爸媽就願意來 因為他就不用帶小孩 他就很輕鬆 他就很開心 那這段時間一下就過了 那個過幾年 孩子就大了 所以我們家現在好多 那個媽媽 爸爸 那個孩子很小的在我們家聚會 那這個就是只有 這個時間 這個年歲有這樣的機會 那你在大一點的時候 你可能遇到的是 你可以服侍比較年長的這些朋友 因為你是那個年紀 你知道他的痛苦 你感同身受那些困難 那在台灣 在華人的世界裡有一個優點 有年紀有優勢 這個真的是很棒的機會 如果你年紀越來越長 你應該要把握好 因為我們通常是很尊重長者的 你一個比較年長的人跟一個年輕人講話 其實通常是年長的人掌控那個講話的時間 年輕人是跑不掉的 所以我意思說 不是80歲才老 你如果18歲 你可以對16歲的人傳福音 其實容易很多 對12歲的 那12歲 你就對6歲 7歲的 你陪他玩 他會很開心的 那當然你80歲就可以幫助70歲 60歲到12歲 那新的一年 我們來想一想 用各位 你現在不管你幾歲 你就只有這一年是這個歲數 對不對 你有什麼獨特的影響力 如果你是學生 你是大三 你可以對大家大一 大四 你可以怎麼樣 你是研究所 你可以讓神使用 你這個年紀 你這個年齡 回到這一句話 神究竟要給我什麼計劃 你說 你講了半天 你都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我的人生究竟要完成什麼 我好像一直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我從這個問題出發的 我一直查一直查經文 就沒有回到這個問題 其實這不是一個神學信仰的問題而已 其實一般人走到外面 不認識神的人 你問他 大家也是很困擾 這是一個人生的真正的問題 我精選了兩張圖給各位 大家看一看 這張圖 我認為它是錯的 我們通常會說 人生 神你幫我生在這個世界上 你一定給我一個目的 好像上面那個大圖釘 有沒有 有一個目的 很清楚 神你給我看到那個意象 我就是要走那個意象 應該要很具體 要很明確 要像個明燈一樣指引 走走走走 我們的路 然後路很複雜 因為我現在走到這個 就不知道 你看這個路不知道怎麼走 怎麼轉 怎麼轉 轉不到 所以神你是我腳前的燈 就是讓我可以走到那個路 那我越來越覺得 其實神的心意不是這樣 我特別把這張圖做一個查查 不要你錯誤的印象 錯 不是這樣 神是怎麼樣 他說什麼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 我們剛剛是不是在籌算自己的道路 對不對 神你給我那個目標 然後我看看 告訴我走哪一條路到那邊是最好 這不是 這是人心 這是我們 我們籌算我們自己的道路 我們自己在想哪一條路才是 是耶和華指引我們的腳步 其實不要去想這個目標 不要去走這條路 我覺得這樣是不太對的 你如果去想想摩西的醫生 他真的知道說他會差點被殺 然後變王子 那個小baby他不知道 但他變王子之後 他知道說他會打死人 然後所以他要去牧羊 牧羊的時候他知道他要做下一件事 不可能 其實神不是要我們籌算我們自己的道路 摩西在黃宮裡 會想到他要逃跑嗎 你想想看 如果神在他年輕的時候 在黃宮裡就知道他要逃跑 他是每天就開始鍛鍊 跑跑跑跑 快一點 對 知道要怎麼樣 沒有用嘛 沒有用 摩西在逛野牧羊 他知道他要引領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嗎 那他就一直練習 這樣 不可能嘛 不可能 他天天在那邊舉 不是嘛 神沒有要他做這件事情 神也沒有要我們每天去想說 神你到底要給我什麼目的 沒有 我們要 為什麼要一直問說神給我們什麼目的 該怎麼預備 這個是我覺得是世間的小學 我們這個時代一直教我們說 我們要有一個目的 所以我們每天要為那個目的準備 好像我們要高中要念大學 大學要找工作什麼 不要 神沒有要我們籌算自己的道路 那只會更多的憂凡 痛苦 我覺得這張圖才是對的 大家多看一下 神沒有我們要我們那麼確定 我們真的該走什麼路 而是憑著信心按照他的教導 栽種果實 比較像這樣 你自己看聖經 比較多這樣的經文 我們使用自己的影響力 空間的影響力 時間的影響力 按照神的旨意做 神要我們做什麼 像今天大家都來主日 我們回去 我們下午還有上課 然後我們就按照 按照這個神的心意我們就做 我們該去傳福音 我們該去好好的把家裡打理好 工作做好 他的大計劃就會被完成 比較像這樣 比較像一個農夫在那邊 做該做的事情 那那個路就會出現了 路就會出現了 而且會做的超出你說錯說想 亞伯羅算什麼 保羅算什麼 無非是直視 只是做事的人 照主所賜給他們個人的 引導你們相信 所以我們不算什麼 我們只是直視 我們只是幫神做一些事情 我栽種了 亞伯羅浇灌了 唯有神叫他生長 所以我們做任何事情 也不用擔心他最後變什麼樣 所以比較是成長的概念 不是找到一條路 走到那邊 交灌了也不算什麼 我們做什麼都不算什麼 只有那叫他生長的神 才是真的 是那個是真正的神 我們雖然是神寶貝的器皿 但是我們絕對不是決定道路的人 我們也不要去籌算自己的道路 我們也不會是決定神的國怎麼樣生長 我們的責任是什麼 就是交灌 就是栽種 那神就會使祂的國成長 幾張照片 幾張圖片再給大家看一下 在我們結束之前 這個世界是神精心的製作 因為祂愛我們 這我們一開始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很重要的是要有一個正確的世界觀 這世界觀 這個世界觀就是這個 我好不容易找到那張圖 這世界是神造的 這世界是神造的 神不是世界造的 一定要搞清楚 這世界是神造的 所以在新的一年裡 我們應該定義 不要被受造的物所迷惑了 被世界網羅在這個世界裡面 我們要有這張圖的概念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 人若愛世界 愛父的心就不在它裡面了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體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 乃是從世界來的 這世界和其他情欲都要過去 唯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長存 所以我們的人際關係 我們生活空間 我們的年歲都是神的心意 那比較困難 比較危險 是世界觀是看不到的 所以為什麼我要找這張圖 看不到的 我們要用靈去感受 用靈去感受 那去讀神的話去理解 所以我們新的一年 我覺得我們應該祷告 也要看透這個世界上的事情 要知道說我們的世界觀 是神掌管的這個世界 我們不要被眼前的困難所迷惑了 我們也不要被我們的情欲所捆綁 然後被我們的驕傲捆綁 沒辦法活出神的計劃來 再來 我覺得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第三個重要的概念就是 神的計劃不是一個人完成 剛才牧師不是頒獎那個精兵營 有沒有 好 那用了一個經文 他是怎樣 他說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 好像基督 那我讀這個的時候 我讀到一個很好玩 我覺得重點不是苦難 因為我們一看就覺得苦難來了 然後要精兵 要站穩 我看到你和我同受 也就是說不是一個人 今天我們要完成神的國 我們今天有很多的使命在身上 其實我們不是一個人 這張圖很不清楚 這每一個都是一個兵 每一個 每一個點 其實如果你看我的畫面比較清楚 就是都是兵 那神的國 神的計劃是這樣完成的 不是你是這樣完成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問錯問題說 神來給我什麼計劃 沒有耶 神的計劃是大的計劃 是大家一起去完成的 所以保羅對提摩太說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 也就是大家一起 我們大家坐在這裡 我們大家一起做耶穌基督的精兵 那怎麼做呢 當兵的不讓今生的事物纏身 好叫納 招他入人喜悅 所以我們應該跟從古到今 從台灣到全世界 千千萬萬的一起合作 每個人恰如其分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某種程度我們也沒有那麼偉大 有一條很棒的道路 然後神就叫我們走那邊 我們就完成了很多事情 我們是大家一起完成神的 整個大大的計劃 但是每一個人都要恰如其分的去完成 要合力的完成神的大計劃 最後一張投影片就是總複習 新的一年火出神的計劃 我們存在就是神精心計劃的一部分 可以嗎 還記得我一開始講的 是神精心計劃的一部分 不是偶然的 OK 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放掉手上的杖 讓神來使用 來實現神的計劃 手上的杖丟到地上 神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在撿起來的時候 那個手杖已經不是原來的手杖 我今天提了幾個 各位可以一定都可以用到的 就是你的人際關係 你一定有人際關係 你跟你的Sales傳福音也沒有關係 跟什麼樣奇怪的狀況 你就可以發揮你的影響力 人家願意聽一分鐘兩分鐘 你就聽一分鐘兩分鐘 我常常在大專團器分享的時候 我就跟學生講 你那謝犯禱告 人家有時候好奇說 你為什麼要謝犯禱告 你就趕快跟他講一分鐘的福音 這也可以做 就是人際關係 你的空間 你的時間 你的影響力 都是你手上的杖 你可以用的 你用了 然後神可以用 越來越多的使用它 不要抽算自己的道路 還記得那個大圖釘 不要一直去想一件事情 讓神來指引你的腳步 那心情的浇灌 栽種 脫去俗世 禪生 跟眾人一起來完成神的大計劃 好 那祝福大家 2017年有一個喜樂豐盛的年 活出神的計劃來 謝謝